同北堂默然在御书房商议完正事 兰湛仍有些不大放心 便回了重鸾殿 魏英芳沐浴完 换过一身红色寝衣 木发松松散烛 见到兰湛 他有些意外 下意识看向殿门口 道 工人怎的都不通传 兰湛坐到他身侧 直到 真怕你已经睡了 便没让人搅扰 他伸手捋了李魏英额间碎发 道 还在想今日之事 魏英下意识向后靠了靠 摄政王 他 兰湛轻叹一声 北堂叔并非不好相遇之人 只是 他同庆国 同江家间 魏英沉默 这些事情 他也知道一二 世人皆知 姑苏摄政王北堂默然 出自庆国 北堂一脉 本是庆国旺族 世代从容 拱卫靖安城 与江家驻守的靖宁城 咬相呼应 两族素来交好 少有人知的事 北堂默然 增败江丰眠为师 习兵法谋略 北堂三子 聚出类拔萃 北堂大小姐 北堂为不淑父兄 一手枪法 使得出神入化 嫁与北堂将军 副将 欲有一子 而小姐北堂云 则被庆帝 乃入宫中 侧儿品惠妃 惠妃娘娘无子 膝下无依 便奏请庆帝 收养了生母早亡的四皇子 可天有不测风云 江族来犯 北堂将军 奉旨席三子 率军御敌 江家义从旁接应 江氏在前线 御血杀敌 一封密信 却呈到了 庆帝预案之上 去告北堂一族 拥兵自重 意图勾结 枪族谋反 弗利斯皇子为帝 拔持朝政 先帝又惊又怒 派锦衣使 暗中彻查 边境战火烧了三月 枪族虽被击退 北堂一族 却伤了元气 哪只捷报传来之时 庆帝 却亲自下令 北堂一脉 勾结枪族仪式 罪证却早 此番退敌 乃与枪族内外侧应 欲妖满人心 枪族自视乐于剑的 庆帝自毁城墙 静扬言 北堂将军背信弃义 原本答应夺权后 以庆国实称相赠 却杀人毁约 一时之间 北堂一族 被推着风口浪尖 百姓苦战活久矣 一朝听闻 他们信赖依靠的战神 竟是这战争的 罪魁祸首 三人成虎 众口朔尽 更何况 此时民怨沸腾 北堂将军 百口莫辩 自吻成头 以死证清白 姓帝 却未就此罢首 下旨 以通敌叛国罪 一灭北堂三族 惠妃亦在宫中自尽 而奉旨前往 金安城行刑的 正是江丰眠 那一夜 北堂府中血流成河 一场大火 烧去了这座 宣河率府 北堂一族 一百三十五口 总亲四百余人 连五岁的幼童 都未能幸免 只有北堂家小少爷 北堂默然 掏出生天 静地下令追杀 一遇斩草除肝 而北堂默然 再次出现在世人眼中 是在三年后 江族进犯 姑苏边境 北堂默然 在姑苏军中履历齐功 护卫五城百姓安宁 官拜三品少将 两月后 姑苏端王兰允 下架北堂默然 一时间 少年将军 风头无两 允允乃姑苏明帝 唯一的包地 与兄长相差二十余岁 自幼得万千宠爱 身份贵重 不必多言 传言 北堂默然 回京述职 端王殿下 对这位将军 一见钟情 更有好事者称 端王殿下 曾隐藏身份于军中 那时 便对北堂将军 情甘深重 太后与明帝 素来疼爱来远 见他执意要假 并也不再反对 大婚三日 皇城之中 张登记载 多顾轩天 所幸 蓝云所托 实乃良人 婚后二人 奸敌情深 出入相随 献杀旁人 数年后 明帝病逝 身后锦衣子战 年九岁 蓝云素 不惜朝堂剥掘 明帝留下一仗 定太子战继位 同时 照命北堂默染为摄政王 监理朝政 北堂默染摄政九年 上下严明 姑苏国力 更胜于明帝在位之时 待右帝成年 便归正于蓝战 秋毫为范 为人称颂 摄政王 心忧百姓 多次削减赴税 同时任用良价 为姑苏开疆拓土 军队出征之时 百姓静香涌上街头 为大军送一送粮 指引路途 姑苏上下一心 军队所向披靡 北堂默然更是 升秦枪族首领 为父兄 惜血冤名 静安城 早已化归姑苏疆域 蓝战亲政之时 曾下旨 曾静安城 为摄政王十一 接掌静安城后 北堂默然 免去静安百姓 三年赴税 又重修北堂府邸 祭拜先祖 只是 逝者已已 心中伤痛 亦难以抹平 从一国叛臣 到姑苏上下 人人静服的摄政王 其中艰险 又岂是三言两语 能够言明 魏英默默良久 蓝战吻了吻他 道 好了 不想这些了 他换了个话题 笑道 朕听人说 你还会医术 魏英知道 瞒不过他 知道 酒病成医罢了 他说得轻描淡写 蓝战却有些心疼 见蓝寨 仍有听下去的意思 魏英只好继续解释道 从前他们在教场训练 我无事可做 便跟住军中一位老大夫 学习医术 也省了总给他人添麻烦 他们 便是指江家的人 这话半真半假 魏英素来体弱多病 学习医术 道也正常 只是他真正的师父 却是神医石影 石影来无影去无踪 偶尔路过静宁城时 便指点他遗耳 再留着医书给他 这件事没多少人知晓 自然也不必让蓝战知道 好在蓝战没再继续追问下去 魏英松了口气 白天忙了半日 此刻他也有些疲倦 蓝战替他也好背脚 道 睡吧 魏英闭上眼睛 却听得蓝战又轻声道 体弱多病也无妨 朕会让你平平安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